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王阳明 心中无物类 眼前无烦忧 王阳明认为 心中无物类 眼前无烦忧 人心就像一个容器 时间久了 总会有垃圾 只有定期清理 放下 放下不该有的念头 才能活得更洒脱 更自在 活得好的人 早已倒掉三样东西 不断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 一 倒掉情绪 王阳明一生坎坷 遭停障 下诏狱 贬龙场 功高背继 被乌谋反 受尽了命运的折磨 可是他却从未郁郁寡欢 反而适时刻刻 保持乐观的情绪 在他看来 随时清理糟糕的情绪 才能保持清醒 专注当下 因为出色的军事才能 王阳明屡次被朝堂 招征讨贼 战功赫赫 丹 波阳湖大战 火宫之下 就有数万人死于火海 老子曾言 兵者凶器也 圣人不得以耳用之 儒家的人爱之心 早已 进入骨髓 看到战场上 遍地死伤 王阳明心里也不是滋味 但是他知道 一味悔恨 没有意义 只有迅速平定叛乱 才能让更多人 免受伤害 王阳明的弟子 曾经问他 如何清除心中的杂草 王阳明回答说 草有妨碍 理意意去 去之而已 偶未及去 亦不累心 若着了一份意思 及心体 便有一类 便有许多洞气处 杂草有害 当然要清理到 但是如果偶尔没有清除干净 也不要放在心上 你越在意 心里就会越乱 心中盯着那一块 未除的杂草 那心中就咋念丛生了 人生不如一事 十之八九 负面的情绪 每个人都会有 一定要懂得及时放下 一直纠缠在负面情绪中 整个人就只能被情绪控制 亡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不要沉浸在懊悔之中 放下过去 才能拥抱未来 二 道调偏见 王阳明《传习录》中 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之外 天下无心外之物 万事万物 都是人内心的投射 你心里有什么 看到的就是什么 苏氏年轻的时候 和佛印一起参禅 苏氏觉得自己进步很大 对佛印说 大师 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 佛印说 看来像一尊佛 苏氏笑着道 但我看你倒像一堆大便 佛印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回家后 苏氏把这件事告诉了苏小妹 苏小妹听完说 自己是佛 看别人也会像佛 若自己是大便 看别人也会像大便 便 你的境界比佛印禅师差远了 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你看别人像什么 你就是什么 对别人有偏见 处处都要挑人次 是因为自己的境界不够 后来苏氏丽经贬折 飘零半生 他说 我上个陪玉皇大帝 下可陪田院起儿 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王阳明也曾说过 见满街都是圣人 一个人内心甜静 摒弃内心的偏见 相信世间的美好 那他看到的一切 自然是美好的 三道调贪欲 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 一个是太阳 一个是人心 人生而善良 但是随着成长 内心被世俗沾染 被物欲 遮蔽 慢慢变得贪婪 狡诈 修行就是减去内心的贪欲 让本来的良知呈现出来 王阳明说 五倍用功 只求日减 不求日增 减得一份人欲 便是负得一份天理 何等轻快洒脱 何等减易 功夫再减不再增 所谓减 及去物欲之昏蔽 减净人欲 便恢复良知之本体了 倒减少自己的欲望 不要太在意得失 在这个世界上 功名利禄 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获福难料 这些身外之物 得到容易 失去也容易 在意又有什么用 《道德经》中说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吃成甜脸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令人刑访 一个人想要的越多 算计的越多 身心越不得安宁 只能终日焦虑 人们为了外在的东西 终日奔波 患得患失 最终失去内心的安宁 成为欲望的囚徒 实在是舍本辱没 陪伴妻子孩子 孝顺父母 亲近自然 这些不需要太多物质的 平常生活 才是人生幸福的真谛 愿你我不要把得失 看得太重 顺其自然 保持内心的安宁就好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